天还没亮 不少民众已经卡位 要迎接2021年第一道曙光 远方山头冒出亮光 没多久太阳缓缓升起 金黄色的阳光洒向大地 让等了好久的民众超兴奋 拿起手机狂拍这一刻 今年第一道最美丽的曙光 就在阿里山 清晨7点05分 从玉山山脉中探头 加上周围云海环绕 美得就像是一幅画 不过同样追曙光 其他地方却没有这么顺利 台东县长饶庆林 也特别起了一大早 办起明日号列车掌 热情一阶外地游客 期待可以看见 2021年最美的曙光 但结果却不如预期 那会不会是什么没看到 不会吧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 一早列车4点20分 就抵达泰马里 因为云层太厚 只看到些微阳光 另外三仙台也挤满民众 不过同样因为云层关系 还是没看见第一道曙光 连续22年共沽 一点点而已 会有点失望吗 大家看着 有点小失望 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我们都睡过来 都被遮住了 差不多 都被遮住了 有没有觉得蛮失望的 花莲七星潭同样也是挤满人潮 还有毕业生特地穿学士服 享害2021年的第一道阳光和影 但计划失败 挥别2020年全台各地 抢看曙光 却是两样情 三帅廖国手王浩元 吕苑石湘云 嘉义台东花莲 测测报道